我们刚刚讲到了 我们的劳动条件跟韩国也没有差 我们也有竞争力 我们技术也完全不输它 可是硬是出口两条线就死亡交叉了 品牌不能只靠郭董 面板也郭董 代工也郭董 然后现在打入苹果供应店的镜头也靠郭董 我们要赢韩国还要更多更多的品牌 不过讲到这个我们来看看 这个绝对是要把Made in China 推上全世界第一名的奇女子铁娘子 号称中国女郭董的这位董明珠 一定好好来认识她 没错 因为董明珠一直很强调了 中国制造 中国技术 那她为什么会这么重视 所谓的中国制造而且跟技术呢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 格力电器是做什么 做空调的 所以她曾经有客户来跟她买什么呢 她那时候的技术只能做到一对二 但是客户下定她说我要一对四 那结果怎么办呢 董明珠为了要满足客户 只好去怎么样 去跟别人买 买了之后然后贴牌再出货给客户 可是她想想这样不行 我一定要有自由技术 所以她就去问了这个日本的厂商 跟她说要不然这样 我花钱跟你买这技术可不可以 结果那厂商说开玩笑 我们这技术独步全球 我怎么可以卖给你呢 我当场被洗脸 今天董明珠在中国大陆可是网红 她怎么回 她每一句话都可以当标题 没有错 所以她就决定她要自己做 确实她的格力电器也做出来了 然后现在这一位铁娘子 董明珠要切入什么市场 你知道吗 什么市场 她要切入电动车的市场 中国的市场不会吧 没错 她在去年要收购什么呢 说要收购珠海的银龙汽车 那结果这个收购案 引起格力电器股东很大的反弹 很多股东都质疑她说 花130亿去买这一家银龙汽车 会不会太贵了 结果你知道董明珠怎样 直接对她的股东呛哭 她对股东怎么呛哭你知道吗 她就向她说 格力没有亏待你们 我可以五年都不给你们分红 你们又要怎样呢 给你们越多 结果没想到你们话越多 她说过去两年分红 就给了你们180亿了 她说我把格力 从一个亿 从1%的利润经营到现在 有13%的利润 是靠你们吗 是靠我们的心 好强悍 你这样一直对比起来 郭总可也是在股东会上 跟他的股东 曾经有过几场 被媒体放大放大再放大 非常精彩的对话 真的很像 很有自信 可是股东们的质疑 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股东们质疑说 这个珠海的银龙汽车 估值只有50亿而已 你用130亿是不是很明显就买贵了 所以在股东会上面 否决掉了他这个收购案 可是董明珠不死心 说什么 董明珠在跑去找了 这个中国首富王健林 跟京东的刘东强 他们怎么样呢 还是坚持要去把珠海银龙给买下来 硬要买 硬要做 也硬要做出这个电动车 结果呢 他现在还真的做出来了 做出来了 多狂各位 今天你说电动车 最苦的就是 你这样冲冲的冲个老半天 能跑多远打一个问号 6分钟给你200公里 没有错 他为什么会看上这个珠海银龙呢 你知道电动车的最关键是在于 这个电池的技术嘛 心臟 那他为什么看上这个珠海银龙汽车呢 其实就是看上 他电池的这个黑技术 那他用的是什么呢 是 钛酸离电电池技术 那这个技术可以怎么样呢 让他在零下50度到70度的 都还可以正常的运行 而且还是很安全 然后最重要的是你看 他跟其他的 也是做这个电池在比较的时候 比如说 松下三元离电池 他可充电是2000次 然后比亚迪的这个 钛酸铁蒙离电池呢 充电是1万次 可是 珠海银龙的这个钛酸离电池 可以充电到2.5万次 硬是比比亚迪的多 对 2.5倍啊 但是他还是有个隐忧啦 什么隐忧呢 他的容量不高 也就是说他电池续航力 只能让你这个200公里左右 200公里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相当于说 你从台北开车开到彰化 OK啦 但是如果开到云林呢 不好意思 你车可能就开不动了 所以中国最狂女董作 董明珠的这个中国特斯拉 对 厉害的是他这个电池 但是很快哦 6分钟 可是你只能开200公里 没错 另外一个我们来谈谈 他一直被讨论他狂的 就是他的带兵之道 对 没错 他对员工好 前任有讲过怎么呢 他宣布要帮员工 所有员工加薪一千块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四五千块 然后还说要送员工 每个人两房一厅 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老板 那他还有一个故事是什么呢 说他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话 他的员工被人家打了 然后董明珠怎么说呢 董明珠说 敢打我格力的员工 非把你废掉不可 你堂堂一个董事长 又不是跟大家 对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原来是有一个 跟格力长期合作的供应商 他这批货来了 两千多万的这个瑕疵的商品 怎么样呢 员工看了说 你这个品质不对嘛 所以要退货 要退货这件事情 既然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要退啊 供应商不高兴了 怎么样呢 找人去打了这个员工 所以董明珠发生这件事情 当然怎么样呢 赶快报案啊 对不对 赶快报案 你今天打这个人 你要看他后面主人是谁 你惹到了最强势的女董 你这下糟糕了 没错 那供应商一开始 赶快撇清关心说 不是我 不是我 所以公安当然要去做调查 对不对 然后董明珠自己 派着自己公司的人 盯着公安怎么样 要赶快办出结果出来 然后在这里面发生了一个插曲 什么插曲呢 他本来要这个 他的这个员工的主管 你去多注意这个员工的状况 结果没想到这个主管 跟员工讲什么话你知道吗 说什么 这个员工的主管竟然跟他说 现在治安不好 你自己要多注意 本来就是这样 这不就是主管关心该讲的话吗 但是董明珠说 你这个主管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 他每天都在加班 他在加班的时候 他怎么注意自己治安的状况 你这个主管一点都不负责任 结果后来 这个公安调查出来 确实就是这个供应商怎样 叫人家去打这个员工 所以董明珠做了处理 怎么处理呢 第一个处理是 跟这个供应商断绝往来 我就不要再跟你合作了 第二个处理 把这个员工的主管 就是那位副总 直接叫他辞职 然后把他免职 叫他就不要干了 天哪 我只是提醒你晚上要注意 只是没有做更多的关心 实际的作为 你就把一个副总给fire 没错 然后这个供应商 还透过人家来跟董明珠 关说说 这个是底下的人干了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结果董明珠又再回向他 他说最好你底下的人 会愿意做这件事情 最好你都没有指使他 你当我是笨蛋吗 所以董明珠今天就讲了这句话 你敢打我格力的员工 我可以把你废掉 我只对你讲了 这件事情 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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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וא 你不过 你不过 这件事情 你不过 你不过 我 你不过